独立思考 新视角 欢迎来到今天这一期节目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是讲一下疫情 因为有好久没有讲过关于中国国内疫情的情况了 这一次爆发疫情的地方呢是新疆的霍尔果斯市 非常不幸啊就是有朋友就不听劝 非要到那个在国庆的时候非要去那边旅游 结果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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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是真的是做到了有去无回啊 就是朋友之间啊 你如果跟他讲太多实话反而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他反而就是更加的不信任你啊 这个这个他现在就就目前我那个朋友目前就就就暂时是回不了回不了家了 那么10月4日新疆霍尔果斯市是召开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通报疫情的最新情况 发布会上通报霍尔果斯市发现两例无症状感染者后 在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基础上迅速启动了全市全城全员的核酸检测 那么统签全市的核酸检测资源 在第一轮这个检测完之后呢全部都是阴性 然后目前霍尔果斯市是准备做第二轮的这个全市全员全城的这个核酸检测 目前比较就是比较糟糕的就是当地的公路铁路以及机场已经是停运了 那如果你在国庆期间就是去那边旅游的话 那你就基本上回不来了 那你回来就算你能够回去啊 就之后就算疫情这个结束之后你能够回去 估计你也够呛了 中国这个防控疫情啊一直做的不好啊 归根结底还是那个原因 就是中共制度的弊端在防控当中是显露无遗 主要体现在就是瞒报啊 但是啊经过这个两年下来 就是今年都是21年的10月份了 就再过各8月就真的是两年了 这个瞒报这个事情啊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变种 在19年这个疫情爆发之初呢 各地方官员就是为了不担责 就是尽量少报或者是不报 但是两年下来就除了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被撤换了以外 其他所有的地方官员就是地方一把手都没有因为疫情防控不利啊 遭到一个问责和处罚 不管是之后那个广东疫情还是江苏的疫情啊 而且到了今天啊就是这个疫情蛮爆这个事情啊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有些地方可能他们并没有疫情 或者说疫情并不严重 他也爆他也爆很大 也爆一个很大的数字 因为因为现在就是如果你爆就是如果你这边出现疫情 数字比较夸张的话 那你可以名正言顺的搞这种全员全市全城的这个核酸检测 就像这个霍尔果斯是这样 这个全员的核酸检测的它是很多轮一轮两轮三轮四轮 这其中就会产生一些费用 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这个就是费用 但是对于地方官员来说 这个就会产生很大的一笔收入 像这种全员检测 它所产生的这个费用是由所谓国家买单 但是这个国家这个钱从哪里来 就是从老百姓自己交的医保的那个结余里面出 据说还有一两万亿吧 所以很多地方官员就把眼睛是盯在了这块蛋糕上面 我现在只要报一个疫情 我既不会影响我的乌纱帽 又能够从中获利 那这种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像这种千年一遇万年一遇发国难财的机会 不是每一个中共官员都能够赶得上的 现在就很多地方官员就是巴不得自己这里能够出现疫情 有疫情当然好 没有疫情我也就自己制造疫情也要上 就像这种霍尔果实践小地方啊 他这个你们去旅游的话 我就把你们全部这个封锁在这个市里面 然后做做检测也好或者是怎么样 这里面会产生大量的费用 这些都是当地政府的一个财政收入 这一次国庆节就本身就很奇怪 就是各地方都没有限制旅游 如果你就是如果就是清新了 就是觉得好像没事了跑去旅游 那你这次国庆就可能要要倒霉啊 就可能要够呛了 好了 很感谢你把这个视频看到 现在如果喜欢的朋友请给我点一个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